大家好 现在开始咱们今天的每日一聊 聊聊这边的行为一事 今天跟大家聊聊加拿大的华人是如何过中国新年的 今天是龙年的第一天 大年初一 在这给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和家欢乐 龙年大吉 今天是大年初一 在海外的华人过中国的节日的气氛不浓 因为他不休息 大家忙里抽弦还是组织很多的活动 虽然说没有中国国内的那么大的氛围 各个社区他们还是搞了一些活动 尤其是像多伦多这种大城市 购物中心 商场 台南汤这些地方都搞活动 有武术表演 有舞蹈表演 还有什么传统狮子舞 这是必不可少的 小城市和大城市都有 大城市就多一点 像温莎大年初一 他就有一个舞师队 街上走的一圈表演 每年都有 Toronto Eaton Center 购物中心 我记得好像几十层了 我刚来的时候就老去那儿 多伦多的地标建筑 就是有点跟北京的王府井这个概念似的 商业都在那儿 有名的顶级的都在那儿 所以那儿呢 每年的新年 他那儿都搞个活动 在加拿大呢 传统的这个舞师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这个呢 是相对说历史比较悠久了 这在国内咱们小时候像我们小时候都都看过 所以外国人一般都知道这个龙舞 一说过什么节日 舞这个中国的龙舞 就是舞师表演吧 有的那个老外呢 搞什么活动啊 有时候还特意请他们这个表演队去表演 在加拿大这个商业和社区搞的这个活动 这个呢 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好 越来越隆重 各个商场呢 也是挂中国的登陆 中国的新年的对联啊 贺词啊 也都有 虽然说它是洋人的店 拆拆趟里的那个中国人店呢 那家家都搞 洋人店陆续的也都在搞 中国的国家强大以后 也带动了这些文化氛围 你看加拿大的小土豆总理啊 和这安省的这个省长福特 这一到新年的时候 你看他拜年老是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都有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中国越来越强大 为了自己的选票 说一些中文的注词 就很正常 这个是从文化 从这个氛围这一点 温莎的华人协会他们就搞什么新年晚会 从我来这温莎十多年了 就每年都有 中国新年的晚会 一个的是元宵节晚会 有吃饭啊 有表演节目啊 然后卖一张票多少钱 其实加拿大呢 它是一个多元民族 世界各国的人在这都有 它这个文化呢 也都是相包容的 你比如说中国的这个饮食 有的洋人呢 又搞什么party啊 又搞什么活动啊 他也订中餐 作为咱们海外的移民也好 留学生也好 在这呢 像时间 不管时间长和时间短 都面临着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原料和你的烹饪方法 你怎么做 跟国内还是有一些区别 大家呢 为了对得起中国的这个胃 到过年过节的时候 做点的拿手菜 大家聚在一起 吃一顿团圆饭 大家知道 中国家庭的成员呢 是越来越少 你看就一个孩子嘛 所以一般的就是一三口儿在吃顿饭 像我这孩子一上大学一走 你就老两口了 因为亲戚朋友很少 这就是对于咱北方人来说 南方人在这边比较多 一般的都是兄弟姐妹啊 父母啊 都到这边来 因为他们来得早 来得早 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呢 移民的时候相对说容易 你像二十多年前 移民相对说容易 不管是上学也好 移民也好 到这来打工也好 家里一个人来 然后就把兄弟姐妹 父母慢慢慢慢就都申请过来 所以很多 这边的很多的大家族 就是南方人是有 咱们只是中国人 然后其他的民族那就更甭说了 那你像阿拉伯人 他说我的亲戚朋友 家里人要全来的话 得有上来口子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来的 我估计可能他们都是过去难民啊 或者是那什么过来的 你要说纯技术移民那么一天过来 没有 我想不会有那么多人 虽然说加拿大的政策定的是有标准 但是呢 可能是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样 咱们还不是很清楚 它那些国家为什么人就真的是 中国话说七大姑八大爷全来 全都在这 那你想想 而且他们就生的孩子有多 我感觉就是咱们在国内的时候 我们小叔叔的大家庭似的 像我们家北京 像我们家那门这个 在北京就算大家族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那很多 咱们现在称的爷爷奶奶 那时候光我都叫爷爷 光我妹妹叫奶奶 那我看都老头了 就是辈儿大 所以那个家族啊就是非常人多 但是现在全没了 都比较单一了 刚才我说的社区搞这些活动 大家聚的一起 娱乐娱乐 还可以 但是说真正的一个家庭来的 他就基本没什么人 基本都是要好的朋友 赶上星期天休息 大家聚在谁家里 炒几个菜 庆祝庆祝 这做这菜呢还不是一家子做 五个家庭 那每家呢拿得做两个菜 就生的好了 做一个菜 做两个菜 到这家里 到主人家里 主人家里再做几个菜 这一块大家一聚 在加拿大呢 就是华人聚会 基本都是这种形式 你像我家嘛 我就是如果我要请客 基本都是我做 刚才咱们说的是形式 另外说从吃上来讲 这边呢 当然品种肯定跟国内没法比 但是呢现在一二十年呢 发展非常快 不管是通讯啊 或者是物流啊都非常快 所以很多的国内东西呢 这边也都有 但是有味道肯定是有一定的出路 比如再举个例子 就是这个比如东北酸菜 来的是试行 英文是酸菜 但是时间一长 它都能安手味儿 跟咱们真正的在北京的时候 当时腌的 小时候腌的酸菜的味儿 绝对不一样 一闻就是工业做的 这么远运到这里以后的 这个加工的味道 肯定还是跟国内的不一样 你比如你像四川的刨辣椒 觉得好像是味儿 但是跟国内的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你说要做个鱼香肉丝 那味儿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这个我是很有体会 但是呢 如果解解馋 解决解决中国人的胃的问题 那还是可以的 基本是这种状态 所以不管你做什么菜 不管你什么原料 在这边你要说纯正的 跟中国的味道 做的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当然去餐馆是另外一回事 为什么 这边用的这个炉灶呢 大部分都是电的 有一部分是煤气的 像我这个家里是用煤气的 但是煤气的 它的压力 跟咱们国内的煤气的压力 是完全不对等的 不安全 你压力大就不安全 就用咱们的说话 火没有那么冲 没有那么猛 中餐呢 就讲究这火候 你把这味儿给烹出来 香啊 整个人满屋子都是香味 甚至满楼都是这个香味 西餐它就不是 要是能做到这个份上 那你这火必须得跟得上 但是这边是不行的 但是餐馆它可以 为什么呀 就是商业用这个煤气 它经过调试 它给你设定了 所以就不一样 所以一般的家庭来讲 你要做出纯正的味道 很难 比如最简单的 你像那个葱爆羊肉 你这边基本都是 不是葱爆 是凹羊肉了 它没有那么大火 它这个羊肉 它也编不出来 然后这个葱呢 一泡就汤了 只能勾个馅吃 所以那个味儿就完全不一样了 后来呢 我经过改良这个烹饪方法 再做这个葱爆羊肉 那就有点这个锅内的味道 干干的 爽爽的 这个大葱的味儿都能进去 而且呢 我们这个街坊也是 自个儿开农场吧 山东大葱 味儿还甜甜的 味儿不错 用那个炒这个葱爆羊肉 那就是一觉 有点国内的味道了 这是我体会 海外的华人来讲 确实挺难的 但是现在好多了 这个提我20年前刚来的时候 那就是一定是天长之别了 原来来的 因为原来咱们那边的指示 都是广东调料 大陆就是咱们北方调料 几乎没有 你到这来刚来的时候 你不会说广东话 你都找不着工作 对于中国人来说 你要在中国人圈里干 你当羊人那没问题了 但现在当然没问题了 你不会说普通话不行 你光说广东话不行 现在就是掉个个了 对于当地人来讲 当地的羊人来讲 他也是在变化 像我遇到这个羊人 他们也会跟你聊很多的中国的事 他们也很感兴趣 对中国的文化 对中国的语言 有的是也学几句 其实这都是标志的 中国强大 中国的崛起 世界带来的变化 这是从我的角度上 我观察到了 好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帮我点赞 订阅评论 转发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